肝脏作为人体的杀毒软件,在人体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人们常常嘴上喊着要重视,但是任性起来就顾不了那么多了,该吃吃,该喝喝,喝酒,熬夜统统造起来,长辞以往,再好的肝也扛不住,看脸是肝病。 其实,当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,会在人的脸上表现出来,大家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器官,来判断自己肝脏的好坏。 一黑眼圈,因为肝脏出故障而引起的眼圈发黑,和因为熬夜而导致的黑眼圈是不一样的,后者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作息,提前睡觉而慢慢的消除黑眼圈。 但是前者却不可以单单通过睡眠来进行改善,这是因为肝气不足,引起的眼圈发黑,只有养好了肝,这种情况才能慢慢消除。 而粉刺,痘痘增多,粉刺和痘痘经常被视为皮肤太油而引起的,而实际上是因为肝脏出了故障,导致体内荷尔蒙不平衡,皮肤由脂分泌增多,导致皮肤一长痘痘长粉刺。 所以最终原因还是落在了肝上,如果不注意痒感,很难消除粉刺痘痘,三红鼻头,如果肝脏能能衰退,体内荷尔蒙处于紊乱状态时,容易导致鼻头出毛细血管发生扩张,造成鼻头发红。 四黄鹤疤疤,肝本身藏血,病清洁,温暖血液,如果气血在肝内得不到温暖,血中的气声发不出来,气血就失去了幻畅流动的能力。 就会像下血,凝结成浴血,有血液特性的女性,多是皮肤粗糙,脸色灰暗,容易色素沉着,出现色疤。 肝脏三大天敌 1.酒,酒精进入人体后,很少一部分有胃里的霉代谢,90%到95%的解毒工作,毒留给了肝脏,长期饮酒会变成酒精肝,如果马上控制,还会演变成酒精性肝炎,酒精性肝硬化,甚至是肝癌。 2.研究表明,34%的肝硬化死亡患者,和25%的肝癌患者,均与大量饮酒有关。 2.所谓气大伤肝,暴怒有时会造成肝内出血,更严重的还有可能吐血,吐出来的是肝里的血,程度近一点的,则出的血流在肝内,一段时间后就形成血流。 3.也有研究显示,生气时肝脏要比平时大了一圈,而在中医看来怒伤肝,生气导致肝气愈结,肝胆不合,很多人生完气后都会出现两类疼痛和肝剧疼痛。 3.累,肝脏怕累,注意休息,睡眠不足,肝休息时不休息,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,影响肝细胞的正常代谢。 3.对于已经感染已肝病毒的人来讲,已受损的肝细胞将难以修复,并有加剧恶化的可能。 3.肝脏最爱的四种食物,大蒜大蒜的枪皮气味是大蒜素带来的,这种活性物质具有一定的杀菌能力,可促进淋巴细胞增生,增强肝脏中解毒酶的活性。 3.研究发现,大蒜粉补充剂,有助于降低脂肪肝患者的体重和体质。 3.生亥鱼三文鱼,沙冰鱼等生亥鱼,富含欧米钾酸脂肪酸。 4.研究表明,这种脂肪酸能改善脂肪肝患者的肝脂水平,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。 4.西兰花西兰花有护肝的特性,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,黄酮类化荷物,类胡萝卜素,萝卜牛素和银朵等活性物质,能帮助肝脏分解各类化学毒素和致癌物。 5.核糖核糖富含欧米钾酸脂肪酸和多种氢氧化物质。 5.研究显示,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人,吃核糖可以改善肝功能。 5.患有脂肪肝的人还应避免或限制某些食物,比如糖和添加糖的加工食物,酒精,精致穀物,火腿,腊肉,咸鱼,油炸和过咸的食物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